男人的嘴果然是骗人的鬼 说好的逢场作戏 他却偷偷掏出武器 昨天还是高冷霸气集团总裁 已经赶走了29个相亲对象 没有一个能相亲超过10分钟 豪门大公主都被气赶离现场 而平平无奇的女人作为第30个 被养母威逼之下参加了这场相亲 为的便是为他亲生女儿打好铺垫 想到与这么挑剔的人相亲 他就万分紧张 第二天他一身清凉到了现场 看着路人的目光他浑身不自在 甚至对服务员的回答都磕磕绊绊 毕竟这是他从小第一次穿着如此开放 他强壮镇定到出自己的男衣 在服务员引导下到了地点 他暗自打气走向被称为相亲杀手的男人 毕竟他知道自己就是走个过场 只需要坚持破了10分钟记录便可 女人到来第一时间引起了男人注意 你是持恩才 女人没想到男人竟然还记得自己 他面带微笑 可心里则在暗想 倒计时开始 随后便大步走到对面坐下 大总皱眉 这可不是你该坐的位置 持恩才果然没有猜错 这货根本没在意相亲对象是谁 车一线先生 我是您的第三十位相亲对象 爸总听到这个窗户笑了 车恩才是爸总曾经教导的学生 七年前车云集团宴会上两人第一次见面 女人当时还花痴他帅的一笔 后来男人又稀里糊涂地成了他的老师 又因为宴会的事情两人互动较多 也给女人深深埋下了白马的种子 可爸总无语竟然安排个小屁孩来相亲 看来这秘书也该换一换了 女人生气地解释自己 现在可是25岁黄花大闺女 怎么能说是个小屁孩呢 可男人完全不听 让女人喝完茶赶紧离开 但时间才过去五分钟 他当然不能同意 连忙解释自己这些年的经历 而且他听说车云集团遇到了问题 他相信自己会成为一个可用之人 而且我长得十分漂亮 说完后他又紧张起来 但爸总表示这并不能成为他们结婚的理由 虽然车恩才很优秀 但这里是相亲不是面试 他大放承认女人的魅力 即使他都未知侧目 可他作为上市集团总裁 不知道有多少女人排队给他冲门面 更何况他霸气表明 自己不需要靠炫耀年轻漂亮妻子 来获取优越感 言必两人陷入尴尬 最终男人率先打破沉默 我还没禽兽到和自己的学生同床共枕 随即让车恩才快些离开回家吧 却不知道自己后来成为了最看不起的禽兽 车恩才不为所动 他想到了自己这么快回去的下场 而且如果他真的可以和爸总结婚 也可以借此逃离那噩梦般的家庭 他略带哭腔地请求着爸总 保证自己会待在他身边不捣乱 会一直低调地活着 绝不会因此爱上他 说完眼泪便不争气地滑落 爸总好似从他的话语中悟到了什么 探着受伤小兔子般的恩才 男人嘴角泛起一抹微笑 真是一点没变了 随后便将自己的外套披在他身上 感受着戴着体温的外套 车恩才又开始胡思乱想 难道爸总吃软不吃硬 没大理意想天开的女人 爸总招呼来服务员将东西都收拾到房间 并转头询问他是否喝酒 这一番操作把他有点整不会了 再加上爸总一顿流氓似的行为 他误了 莫非他要带我去房间 干那个 他被男人拽进房间 还一个劲地被灌酒 这明明是他们第一次相亲见面 可女人不但不反抗 甚至是来者不拒 因为相亲对象是他的老师 在上学时就对其情奔深重 虽然此次相亲是被养母逼迫 但他也想借此机会摆脱那噩梦般的家庭 更何况对象是他心中的白马 看得出来恩才十分紧张 爸总开始主动找话题缓解气氛 在开始相亲的对话中 他了解到恩才过得并不好 开始试探性猜测他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话里话外直戳女人心窝 让他不由想起从小到大被打骂的情景 接着爸总一句 跟我没关系让他如坠冰湖 紧咬嘴唇让自己不至于太过难堪 他主动脱下那带着体温的外套 想要就此离去 可爸总突然提出契约婚姻 大家各取所需但不付出感情 这让女人很疑惑自己能带来什么好处 可爸总自己一时也说不上来 也许在第一次见面时缘分便已注定 时恩才洗了把脸让自己冷静下来 脸颊的疼痛感告诉他这不是梦 没想到自己竟然真的成功了 随后他脚步坚定地走向门外 可被守在门外的爸总吓了一跳 突然他注意到了什么 温柔地抬起女人的下巴 你的养父母竟然打你 恩才像是被踩中尾巴的猫一样甩开手 他以为那厚厚的粉底已经遮住于清 互相此事坏了两人之间的微妙气氛 他连忙转移话题说起刚才的酒很好喝 爸总也试试回应错身走过 算是不会再追问此事 而且爸总也没有投来同情可怜的目光 这也是持恩才第一次感受到被人体贴 随后两人继续契约婚姻的话题 爸总表示契约为期一年 而恩才只要学会花钱 并和他扮演恩爱的夫妻便够了 并要求在一年后让这段婚姻完美破碎 恩才没想到这还没结婚呢就开始谈离婚 他一时不知道如何接话 温柔的爸总也明白这是改变人生的选择 便提出可以给他时间好好考虑 毕竟婚姻只有一年 离过婚的女人标签可是一辈子 可恩才反应过来毫不犹豫答应了 因为他一开始来相亲便做了心理准备 爸总见他如此爽快不由遗愣 可还是希望他慎重考虑下 毕竟扮演恩爱夫妻肯定避免不了身体接触 这让25年单身狗遗愣 想到情侣间牵手逛街 公主抱 法师热吻 他小脸羞红不已 可还是坚定地点头表示自己可以 爸总见状也不再说什么 当即表示要先来练习一下 持恩才只是稍微犹豫了一下 便主动凑上前 看出女人的紧张 爸总让他可以想象自己是其他东西 例如玩偶狗或者你的初恋 可话音刚落 持恩才直接亲了上来 感受唇间炽热的温度 他脸颊羞得通红 下一秒爸总却笑了 明明亲脸就可以 可女人还以为是责怪自己做得不够好 保证自己以后会努力学习 这话让曾为老师的爸总不乐了 那我得好好教教你了 说着直接将女人压在沙发上 炽热急促的呼吸在鼻尖传递 法师热闻在此刻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突然女人因为过于紧张 一牙咬破了男人的嘴唇 男人皱眉着教学有着迫向的风险了 吓得恩才连忙起身道歉 一突如说出自己因为和初恋接吻太紧张 这话让爸总眼睛瞪得溜圆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此刻他好想有一个记忆消除气 尴尬后开始为爸总商药 希望刚才的事不要放心上 毕竟那事的爸总可是全校的男神 这只能算是一种憧憬吧 毕竟您这么帅 青春期女生最喜欢了 可这话让爸总莫名觉得不爽 那你现在还觉得我帅吗 恩才毫不利色 当然和那时候一样的帅 帅到让你着迷吗 那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女人夜不归宿 可他母亲不担心反而幸灾乐火 认为他肯定躲在哪个桥洞下哭鼻子 只因为女人被逼和爸总去相亲 而且这爸总已经赶跑了29个相亲女 甚至连豪门世家公主都没躲过 可养母却不知道 爸总正是女人高中时的老师 两人早已有过不解之缘 这次机会让两人各自怀着心思 签下了契约婚姻 此时紧张了一天的恩才叔叔的窝在浴缸中 回想今天发生的一幕幕绝的梦幻 洗漱后他鬼头鬼脑地探出脑袋 望着精明能干的爸总花痴不已 突然他反应过来疑惑自己今晚该睡呢 看着暴雨的天气 爸总理所当然肯定是睡床上 完全忘记了白天言辞早早说过 我是禽兽才会和自己的学生同床共枕 恩才以为爸总要自己睡沙发 连连摆手拒绝 哪知爸总一脸坏笑 当然是我们一起睡啊 你刚才不还一口一个车一线先生吗 女人直接愣住了 就这样晕乎乎的被拉上了床 可他翻来覆去始终睡不着 不小心打扰到一心工作的爸总 无奈只能撇过头强装镇定 无意间打开手机 看到那久久家的未毒机来电 瞬间好心情全没了 他多么希望这个夜晚可以无限长 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 又回到了那个与爸总分离前的夜晚 感受着那前所未有的温暖 他在梦中留下滚烫的泪水 这把爸总给看得一愣一愣的 脑海不由想起白天初恋的事情 就在爸总准备休息睡觉时 突然被一只咸猪手拦住 无奈只能如此如睡 第二天 恩才感受到如石头般的枕头不由吐槽 可突然反应过来 这神他妈枕头 这是爸总的肉鸡啊 瞬间一声鸡鸣划破长空 将睡梦中的爸总惊醒 恩才努力回想着昨晚发生的事情 看爸总没有搭理自己 难道自己昨天用脚踹或者拳头打他了吗 突然他听到客厅有谈话的声音 又鬼头鬼脑地探出脑袋 只见爸总秘书和爸总在吐槽什么 您昨天和女人进了酒店 您不会是玩一夜情了吧 您还是赶紧找个人结婚吧 爸总无奈地打断了序道的黄秘书 表明自己会尽快结婚的 和他 他只能穿着睡衣干大的打招呼 却不知此时秘书心里更是慌得一批 竟然当着当事人的面说话话 连忙低头哈腰道歉 可恩采和爸总秀着恩爱完全没搭理他 但看这情况也了缺了他一桩任务 临行前爸总让秘书给平昌区房子换一张大床 要适合滚动宽敞的床 这话又让恩采陷入瞎想模式 连忙询问自己是否也要住进去 闻言爸总不禁调侃 我当然不会自己一个人睡那么宽敞的床啊 经过一夜同床共枕 恩采已经没有往日的羞涩 他好奇双方父母都没见过 如此就搬家派引起不适 特别是自己抢走了养母预定给妹妹的丈夫 他能想到即将迎来的丑恶嘴脸 爸总一瞬便看出了恩采的犹豫 他霸气放话 我不会让你一个人面对他们的 随即车便停在了一栋别墅前 赶巧养母出门散步 看着停在自家门前的车十分生气 大力锤打着车窗让其走开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恩采恐惧的浑身颤抖 这让爸总看得不由心疼不已 当即安慰起来 别害怕有我在呢 随后打开车门走了下去 看到下来的人 直接把毒妇精的屎尿骑出 又看到副驾下来的恩采那是满脸疑惑 特别是看到两人亲密的关系 更是像吃了死老鼠一样脸色难看 然后严厉的声音质问起恩采 心里阴影让他十分惊慌 爸总直接挺身而出 我会和持恩采结婚 这话像一束光打在他的心里 却宛如一柄锤锤轰轰在毒妇脸上 虽然他直觉不对劲 可却不敢再多说什么 养妇也适时出现 喋喋不休的彰显存在感 无奈恩采只能独自去收拾行李 突然一只鸡爪突然出现 将整齐的行李箱掀翻在地 持恩珠气势汹汹指责恩采抢了他男人 上手开始拉扯恩采的秀法 不复听到后不但没有阻住 还在门口站着打风 突然他听到上楼的声音 直接一巴掌甩在了持恩珠的脸上 随后假惺惺的关心起来 就在这时爸总和养父走了进来 看到这恩采好似想到了什么 心中不由一惊 爸总冷着脸问道 你们这是在吵什么 恩西刚想解释自己没动手 却被养母倒打一耙 妹妹一副湿了身的样子 随即又亲热地抱住恩采 错都在自己希望恩采可以原谅他 爸总静静地看着没有搭话 就在持恩珠以为大祸全胜 止不住开始低声炫耀 突然恩采被爸总直接拉走 温柔地抱在怀里 一脸煞气地看着这喉气的母女俩 原来爸总刚进来就发现了恩采珠的环境 看着他们那熟练推脱错误的手法 当即感觉十分恶心 不由分说地拉着恩采便离开了 路上恩采十分疑惑 爸总是怎么识破他们演技的 毕竟第一次见他家人的人 都会被他们演技骗到 爸总自信一笑 当然是平爱啊 这也没说错 那可是某人连夜拆人打听的消息 从穿开裆裤到走向社会 跟什么人接触过 当然这些爸总是不会自己拆穿的 两酒车停在马路旁 爸总摸索一番掏出一张黑卡 去买你想买的东西吧 恩采连连摇头拒绝 爸总以豪门太太形象威胁 他才勉强双手接过 暗自想着自己一定会省着花 可下一秒他愣住了 在我下班之前 不花够一千万 回家加法伺候 一千万让你在一小时花完 你都会买些什么 当然前提是不能买车买房 就在刚刚爸总递给恩采一张黑卡 并要求他必须要在一小时内 花光一千万 要不然就加法伺候 这对从小一块钱 掰成两块半用的恩采来说 简直比学打篮球还难 恍惚间他已经走进商场 环顾四周一时不知道该买些什么 突然肚子不争气的哀鸣 于是他决定先舔饱肚子再说 快步走进一家汉堡店 非常大气地点了一份牛肉包套餐 很快他就饱餐完毕 为了得到夸奖开始卖力的灌溉 猛然他目光被吸引 原来是一件十分青春靓丽的服饰 越看越是喜欢 可他还是坚定地一看目光 他知道能放在掌柜的东西铁钉不便宜 但他还是忍不住回头望去 最终恩采扭捏着走进店铺 打算看下价格让自己死心 跟售货员沟通后 他如愿以偿摸到了那件衣服 那高达800万的价格属实给他今晚 连是穿的欲望都不敢有 可售货员依旧喋喋不休地推销 甚至给他推出了分期付款 搞得恩采有些手足无措 就在这时另一个售货员及时出现解围 恩采适时说出自己只是看看 自己就是想买睡衣 售货员苗懂 告知店里有折扣且很可爱的款式 恩采一听当即让他帮忙推荐 此时另一边爸总正在哀讯 对于爸总和恩采的婚姻老头十分抗拒 但爸总是完全不鸟他 拿出手机翻看收到的短信 正是恩采的刷卡记录 不由敏笑真相是持恩采的风格 老爷子看着完全没有理会他的爸总 知道自己再训斥也没用 便决定和恩采见一见 随后爸总和秘书便离开了 刚进电梯爸总手机就一直在响 而且他看着时嘴角都会露出一抹微笑 这不得不让秘书怀疑 这便是爱情的力量吗 很快夜色降临 恩采满载而归 虽然买了那件衣服可以圆满完成任务 可这不是他的风格 也不能一时冲动乱花钱 他费力地拎着包裹回家 可刚走到门口他懵了 他根本不知道密码呀 与此同时准时下班的爸总正在赶回的路上 刚到门口便看到了坐在地上的恩采 还时不时地打喷嚏 爸总急忙跑下车 询问他为什么不进去 可当得知他不知道密码 也不知道他手机号多少 猛然转头看向黄秘书 这一刻爸总仿佛责人而逝的眼镜蛇 吓得秘书抱勋颤抖 恩采不想因为自己连累别人 楚楚可怜地希望爸总不要生气 爸总完全就吃这头 看到恩采还想帮犯了错的秘书拎东西 直接一把拦住他腰带走了 你一千万可是没花够 准备接受晚上的加法吧 为了惩罚没有完成任务的恩采 在他还惊看于装修的豪华时 便直接将其壁冬上墙 那炽热的呼吸让他小鹿乱撞 一乱情迷中直接搂了上去 紧面衣角的小手体现出内心的紧张 渐渐的两人嘴唇越来越近 突然被开门声打断了节奏 没有得逞的爸总有些羞恼 强势拎过走神的恩采 一口咬了上去 经验不足的他被吻得浑身发软 只能尽力搂着爸总不让自己摔倒 这深情的一幕正好被赶来的秘书尽收眼底 甜甜的暧昧气氛 秘书却闻到了死亡的气息 爸总一句冷哼直接让秘书麻溜滚蛋 可他下楼第一件事就是打报告 原来这一切都是爸总和恩采做给秘书看的 因为爸总知道秘书已经被老爷子收买 会随时随地汇报恩采和他的一举一动 为了让老爷子知道自己和恩采结婚的决心 所以直接下了一剂猛药 此时恩采被吻得还有些找不着呗 直到听到关门的声音 他才慢慢缓过神来 当得知在这所房子所有人都是爷爷的间谍时 恩采迟疑又肯定地保证自己一定严好 终于经过一天的忙碌 他美美地洗了个开水澡 探着被提前放好的睡衣 想到爸总穿着情侣睡衣纪念正是同居第一天 恩采心顿地忍不住小声尖叫 可以想中的场景并没有出现 爸总自顾忙着处理事务 突然他注意到美人出狱 那宛如含苞待放的荷花让他丢了魂 直到恩采出生 爸总才一脸害羞地转过头 随即逃逝地离开了 不宜会爸总拿着一份文件来到客厅 是两人约定的婚姻契约书 因为约定离婚规则与恩采 所以他在法律上不会得到补偿 可恩采却提出了一个致命问题 如果这段婚姻没有搞砸呢 这一刻的爸总却十分无情冷漠 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 这话让恩采一时心乱如麻 可他没有犹豫还是答应了 这或许和他想象中的有些出入 但这也是把他从困境中拯救出来的唯一选择 随后他果断地在契约上签下名字 又一夜两人同床共振 恩采却迟迟睡不着 因为睡前爸总提醒过他 佣人六点会来做工顺便监视他们 他们需要在那个时间点 做些新婚小夫妻该做的事 恩采看着这张清秀帅气的脸庞陷入痴迷 不知不觉便进入了梦乡 突然有人叫醒他 是恩采 咱们新婚燕儿 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了 可看着妻身压上来的爸总他却没有生气 只是小心脏不争气地乱调 而且佣人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上班 他进屋的第一件事便是到主卧厅墙角 因为这是老爷子派给他的任务 听着屋内传来的娇羞话语声 他不由感叹年轻人体力就是好 随后便转身离开 而此时床上的恩采却咯咯笑得不停 特别是当爸总碰到那柔软的腰肢 恩采不由自主地娇哼一声 差点让爸总把持不住 听到庸人离开的脚步声 爸总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这一关他们算是蒙混过去了 很快爸总早起准备了爱心早餐 那吃的心里叫一个甜蜜蜜 爸总看到这也露出满意的微笑 随即恩采想着自己也要给爸总准备爱心晚餐 可当得知他凌晨四点下班 他猛了 立马开始担心他的身体 而且他们每天早上都要干那个 听到这爸总扑吃笑出了声 恩采这才知道爸总原来一直在逗他 早饭后两人到了一家服装店 因为老爷子临时决定要和他们一起吃晚餐 恩采十分紧张怕自己做不好 毕竟这次面对的是个老油条 爸总见状轻抚着恩采的秀法 不要怕一切有我 随后两人大步走进店内 店铺经理亲切的夫人称呼 让他内心欢喜又有些害羞 随后在引导下开始挑选衣服 爸总则百无聊赖的品着茶 突然一阵脚步声吸引了他的目光 闻近端庄的恩采漫步走来 闪闪发光惹人注目 让爸总到了嘴边的茶都忘记喝了 看着小兔子般紧张不知所措的恩采 爸总有一种一直待在身边的冲动 可当经理介绍说 这是董事长夫人喜爱的风格时 爸总脸色立马拉了下来 让刚刚还兴致勃勃的经理不明所以 恩采也以为爸总对他不满意有些闷闷不乐 可哪料爸总直接霸气放话 我的女人只能被我喜欢 我不喜欢和别人分享 董事长也不例外 恩采这才知道爸总冷脸原来是这个原因 当即便去换了另一套衣服 爸总拖着下巴端向了半天 再试试别的吧 这话对经理宛如晴天霹雳 他刚刚还包票说爸总一定会满意 恩采对此也只能尴尬陪笑 随后恩采换了一套 两套 三套四套五套 刚换到最后一套 可以明显感觉到经理咬牙切齿的声音 只见身红色长裙映衬着耀眼的恩采 爸总又是盯了半天 吐出一句还不错 瞬间让众人感觉获得了救赎 就在恩采以为终于挑到一款爸总满意的衣服 没料爸总直接放话 姜氏穿的衣服都打包送到我家 这话直接给恩采震惊了 他还以为爸总不喜欢才让他一直换 突然恩采注意到他在商场看到的衣服 直勾勾的目光被爸总捕捉到 他第一次看到让恩采感兴趣的东西 随即让服务员直接打包 恩采不淡定了 毕竟那件衣服高达800万 可爸总又是一时摸头沙把他安抚下来 他觉得自己也该做些什么 随即找经理退掉了第一套衣服 因为对他来说 只要爸总喜欢就足够了 满满狗粮味道饱 经理直呼混口饭真不容易 可当走出大门 恩采却飞速脱离了爸总臂膀 看得爸总好笑不已 不有感叹他演技进步不少啊 与此同时老爷子也接到了间谍的汇报 吐槽他们一整晚都在享受青春之事 这直接给老头整猛了 他没想到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 于是他决定亲自出马 这个老头怎么也没想到 情报中搔手弄姿的绿茶妹 竟然是如此的端庄典雅 就在刚刚 恩采和爸总如约来到了晚餐地点 屋内的老爷子早已等候多时 可当看到恩采温文尔雅的样子他惊了 这和他想象中的样子完全不同 看到老爷子盯着恩采出神 爸总立马搂上去宣誓主权 老爷子只能干咳两声掩饰尴尬 连他准备好训斥的话语都吞了回去 反倒觉得是自己的孙子不知廉耻 可他依旧没有打消拆散他们的念头 虽然看到紧张有些不知所措的恩采 老爷子感觉自己的存在就是在欺负他一样 犯起了些许的罪恶感 但他还是冷着脸表达对恩采的不满 冰冷的话语让恩采呆愣当场 爸总见爷爷说话如此伤人 立马大声回应起来 可老爷子没有理会他自顾说着 觉得恩采接近爸总完全是为了钱 为了车云集团可投资他家族企业 老爷子保证自己可以投资 但前提是恩采不再谈论结婚的事 他认为恩采很聪明肯定会做出明智的选择 言辟后看到爸总一言不发 他更加认定自己的猜想 觉得爸总是反抗他要联姻才带恩采来的 随后一脸冷笑地看向恩采 可下一秒他震惊地两眼翻白 预想中恼羞成怒的场面并没有出现 而且恩采和爸总嘴角都带着灿烂的微笑 恩采知道老爷子对他的家事早已了解透彻 他大方承认他急需钱 原本他可以继续他的学业 可因为环境他被迫放弃了自己的才华 对别人来说正常的生活 对他却是一种奢侈 恩采承认了自己起初相亲是抱着那种想法 但那并不是全部 他也明白老爷子担心两人认识不久 做出这种决定过于仓促 当即他直接袒露了两人的关系 他在高中时就爱上了爸总 那时的爸总就像是一道光 照亮了他黑暗的生活 所以他大声宣告着自己不会主动放弃 听完恩采的真情告白 老爷子却异常平静 他认为爸总和恩采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他们并不能真的互相理解对方 这话深深地刺痛了两人的心 可这些日子以来的相处 让爸总慢慢开始沦陷 他硬气地回应着这是他自己的婚姻 就算以后后悔也不要别人来替他决定 文言老爷子气愤地猛锤桌子 怒吼着他的婚姻是集团不是他一个人的事 吓得恩采一阵色索 爸总则坚定表示 您要是如此坚持的话 那我就离开公司 女人第一次见到未来老公 被爷爷就被其冷眼相待 看不过恩采受欺负 爸总当即就拉着恩采离开了 可知书达理的恩采觉得如此总是不太礼貌 但爸总想到老爷子的模样 劝他放心就好 随后想到恩采说的他从高中就开始暗恋他 立马开始调侃起来 恩采只是害羞地回应喜欢过 可这敷衍的话语让爸总不禁调媚 见爸总如此模样 恩采好怕他因为旧情解除契约 毕竟他们约定过不可以爱上对方 他可不想就此沦落街头 着急地解释起来 可爸总却是一脸可惜的样子 搞得恩采有些不明所以 因为和老爷子吃饭不欢而散 便准备放下东西悄悄离开 突然爸总闻到了晚饭的味道 猛然转动椅子转身 却撞到了准备离开的恩采 重心不稳狠狠坐在了爸总大腿上 柔软的触感让爸总心愿一马 果断挂了重在通话的手机 随后直接将恩采抱了起来 看来你准备的晚餐不止这些 可对上恩采那纯情的目光 他怂了 逃失地离开了 第二天爸总早早地便离开了 并说好晚上带他去吃大餐 恩采开心地挑选着衣服 他觉得毕竟是约会不能太随便 可随后他又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他不能沉浸在里面 毕竟这是他们契约的一部分 就在他走神中门铃突然响起 恩采这才想起养母要来的事 打开门便是独夫一脸高傲的样子 出于习惯他还是低声叫了句妈妈 可养母并没有搭理他独自走进屋 随后小白脸杂杂呼呼地跟着进来 还穿着恩采和爸总相亲时 同一款式的衣服 虽然他很想立马让他们离开 可他们说有恩采亲生父母的消息 他怕违背了养母的意思 他们会以此来报复 就在这时持恩珠抬起手中的包 狠狠砸向了愣神的恩采 使唤庸人士地让他去倒茶 恩采之前很想告诉爸总这件事 可又怕因为自己的私事耽误他工作 突然楼上传来一声惊呼 只见持恩珠拿着一件衣服摸来摸去 一想到这是爸总亲手送他的 恩采第一次战气反抗要抢过来 哪料持恩珠直接将衣服扔给了他 还一脸不屑地说是给他的退婚礼物 他天真的认为本该去相亲的是他 所以要结婚的也是他 恩采有点懵 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可无论他怎么解释 话来的都是嘲笑 甚至是殴打 而养母则在旁边冷眼相关 甚至一句安慰的话都不愿多说 这时他才明白过来 原来有他亲生父母消息也是假的 他们为的不过是骗他所在地址 想着可以取而代之 他第一次鼓起勇气大声呵斥 请你们立马圆润地离开 闻言养母却是一脸不屑 恩采只能找电话通知霸总 可哪只电话早已被养母偷走 池恩珠还行在恩采身上发泄 却被养母拦住 说开始准备下面的事情了 与此同时霸总第一次准时下班 连合作伙伴约吃饭的事情都推掉 还让秘书帮忙钉了一束花 随即拿出手机准备联系恩采 可却迟迟没有得到回复 霸总十分疑惑 平常这个时候恩采肯定早已回复 他急忙回到家中 可打开门的一瞬间便闻到刺鼻的香水味 霸总环顾四周 突然被眼前的一幕惊叨 只见持恩珠一脸风骚地坐在沙发上 搔手弄姿地向霸总打着招呼 完了 霸总的媳妇竟然被调包了 看着眼前浓妆艳抹的女人 霸总却出奇地平静 这让持恩珠开始自恋起来 他端着本部属于他的鲜花猛袖 还义正言辞地说自己很喜欢 霸总平静道 你喜欢就拿走吧 见事情发展如此顺利 持恩珠打算再放开点 可他刚准备投怀送抱就被霸总打断 你偷花的事情我会保密 一是因为恩采宽容 二是我不想把不干净的东西送给自己的恋人 说完霸总直接转身离去 留下一脸傻眼的持恩珠 反应过来他急忙抓住霸总狡辩 却被霸总嫌弃地一把拍开手 不耐烦地瞪了眼女人 需要我挑明告诉你 不要企图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吗 霸总狠力的话语吓住了持恩珠 小表情透出深深的委屈 可霸总才懒得管那么多 自顾地接了杯开水 持恩珠见色又不行 开始造谣恩采出轨 随即还假惺惺地帮其一紧张为由打掩护 霸总没有回话拨通恩采电话 却迟迟没有接通 他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这让持恩珠以为霸总开始怀疑 又开始添油加醋地说着恩采的坏话 可哪料霸总早已看透一切 一脸阴森地看着喋喋不休的女人 真是个撒谎都漏洞百出的白痴女人 见被拆穿她有些慌张 他愤怒地冲霸总大吼 但霸总却完全不在乎 只是冷冷地通知她 再用这种愚蠢的把戏来烦我 我会让你感受到被世界抛弃的滋味 立刻马上从我家滚出去 说完没有在大理愣神的持恩珠 霸总便驾车出去找人 途中多次拨打电话都无人接通 这让他脸色越发地阴沉 突然手机显示来点 着急的霸总未看清信息便接起询问 持恩采你在哪 可对面传来的却是秘书说约晚餐的消息 霸总有些失望 却安排起秘书找到与持生视频有关的合作商 因为他想到了持恩采所在 而此时持家别墅 恩采蜷缩在他曾经的角落房中 被殴打的刺痛感阵阵袭来 过往的痛苦回忆接踵而至 从他被领养开始 他就不是作为一个人而存活 在这一家人眼中 他就是个有生命的玩偶而已 不管什么错都是他的错 慢慢地他想到了现在 霸总会不会因为卷入这无味的事情讨厌他 尽管如此 他还是想可以再见他最后一面 突然开门声下的他身体经不住颤动 他颤颤巍巍地起身跪在床上 因为恶毒养母说过 哪怕他发出呼吸声都会打开一顿 突然房门被强势破开 霸总气喘吁吁地看着屋内 恩采瑟瑟发抖地跪在床上 双手竖起气球原谅 这一瞬激起了霸总前所未有的杀心 他温柔地抬起恩采的头 对不起我来晚了 恩采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男人 他真的来找我了 他没有抛弃我 霸总紧紧抱着恩采给他足够安慰 同时压抑着内心深深地怒火 两久霸总抱着疲惫的恩采下了楼 却正好碰见逛街回来的恶毒养母 可养母第一句话就是在问池人猪在哪 霸总冷笑一声 看来我很好对付啊 这件事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 说完直接错身离开 可走到一半霸总突然回头 霸总含在嘴里都怕话的女人 竟然遭到养母无情地殴打 甚至将其关在封闭的房间中不公吃喝 当霸总找到时 他恐惧地蜷缩在床上发动 连抬头看一眼来人的勇气都没有 这让霸总内心泛起浓郁的煞气 他发誓 势必要让伤害过他的人付出代价 随后带着伤痕累累的恩采赶回家中 看着慢慢陷入熟睡的女人 霸总嘴角露出一抹温柔的微笑 夜间恩采趴在熟悉的胸膛上 那熟悉的触感和温度让他忍不住蹭了蹭 霸总忍不住打去 看来以后不能让你在别的地方睡觉哦 恩采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晚上竟然又钻到霸总怀里了 连忙尴尬害羞的陪笑 霸总笑了笑开始帮气涂抹药膏 恩采事实告知霸总昨天养母来的原因 因为他们有他亲生父母的消息 他太心急导致养母有机可乘 霸总见状却没有责怪他 反而表示很能理解那种心情 如果是他 他也会那么做 这话让恩采心脏忍不住乱跳 不知道是因为喜欢人的安慰 还是第一次有人认同他的想法 总之霸总简单的一句话 却让他心里暖暖的 他悄悄靠近了霸总 然后直接靠在了那坚实的臂膀上 看着此刻那恩采安详的模样 霸总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让他陪在身边 恩采 我们尽快结婚吧 很快时间来到每日早上六点 恩采喘着粗重的呼吸 霸总埋在恩采的身上 是想要了吗 那我们开始吧 与此同时老爷子间谍又在门外蹲守 将屋内发生的动静 事无巨细地发给了老爷子 两久后屋内突然探出一个脑袋 原来是恩采确认下 侦探是不是离开了 霸总看着害羞躺回床上的恩采 笑出了声 突然恩采一本正惊道 我想了一整晚 为了不成为你的负担 我要变得更强大 一定不会让昨天的事情再次发生 霸总文言欣慰地笑了笑 虽然他不在乎这些小事 但恩采变得强大总归是好事 一早霸总神秘地带着恩采来到山场 两人的出现宛如一道风景线 直接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恩采第一次享受备受瞩目 搞得他浑身不自在 好在霸总陪在身边搂着他 让他很快适应了下来 很快他们走进了一个金币辉煌的大厅 奢侈豪华的装修 看得恩采赞叹不已 各种闪耀的珠宝更是阴目不暇 这时恩采才知道 霸总原来是带他挑选结婚信物 服务员刚准备开始介绍 却被霸总打断 直接给我上最华丽的 你要知道我什么都没有就是钱多 所以要表达爱的方式只有一种 服务员只能试探询问 斯克拉钻戒怎么样 霸总则直言需要方便用来理财的 随后服务员便介绍了一款钻戒 这时恩采瞬间醒悟 霸总这是在给以后的自己准备财产吗 可看着高达两个小目标的价格 他猛了 连忙劝劝霸总 这么贵的东西我怎么带出门了 要是弄丢了就完蛋了 哪料霸总一脸好笑 你以为就买一个吗 下面你自己随便挑个喜欢的吧 恩采被霸总搞得有点愣愣的 随后他看到一款戒指 简约又不是高贵 猛然他想到这好像是持人猪梦寐以求的一款 他瞬间犹豫了 可是他也十分喜欢这款 霸总看出了他的纠结 直接将其拿起帮恩采带了起来 你喜欢是最重要的 其他不用多问 这话让他想起了自己早上的保证 当即坚定表示自己很喜欢 晚上回到家中 恩采看到了热搜的帖子 霸总怕恩采被追拍 便让他最近一个人在家好好待着 突然房门被敲响 霸总以为狗仔都敢直接上门了 可刚开门就见气呼呼的老爷子冲了进来 身旁还跟着霸总老爸 都在劝说着霸总婚姻的事情 可众人谈话不是很愉快 老爷子更是气得咳嗽不止 温柔孝顺的恩采立马坐不住冲了出来 连忙关心地询问 但老爷子就不愿给他好脸色 直接拍开了恩采想搀扶他的手 一时间两人陷入尴尬 这时霸总看不下去了 不过目了 霸总竟然为了心爱的女人 怒斥自己的爷爷 刚刚老爷子因为头条的事情找上门 众人的谈话十分不愉快 老爷子更是气得狂渴不止 让恩采担心地连忙冲出茶看 可老爷子却一直不给好脸色 甚至怒气冲冲地对着他发火 霸总看不下去直接搂过恩采 我的女人你凭什么吼她 更何况她是在关心你 霸总这前后变脸的速度 让老爷子都不有感叹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吗 劝阻无奈老爷子只能要求尽快见家长 恩采被这突然的转变搞得有点懵 第二天恩采心不在焉地为霸总系着领带 直到霸总一声呼唤才让他回神 当得知恩采在为欺骗爷爷感到愧疚 霸总的一番话让他稍微缓和了一些 他们爱惜的是我的能力而不是我 随即告知恩采见面会在齐阳母家 文言恩采有些色索 但还是勇敢地表达出自己要去的意愿 他知道自己不能每次都哭着逃避 霸总见状宠爱地摸了摸他的头 突然电话铃声响起 里面传来秘书焦急的声音 新闻报道持恩采是校园暴力加害者 而受害人已经在接受电视采访 这一幕让恩采有些惊慌失措 他根本不认识那个人 这件事又是谁挑唆的呢 两人思索了一番 能知道恩采是霸总未婚妻 并且想破坏订婚的人就那么几个 霸总相继派人跟踪 果然派到了有力的证据 只见池恩珠和当事人在争论着什么 原来昨天池恩珠也看到了头条帖子 他看不惯别人比他过得好 随后他想到了自己在学校经常霸凌别人 于是便有了这一幕 很快这张照片被送到了霸总手中 看着外面熙熙攘攘的记者 霸总得知秘书已安排好澄清报道 便不再多问 很快到了双方家长见面的日子 见恩采有些过于紧张 霸总一路都在安慰他 却不知道此时老爷子又开始吐槽 竟然让长辈在这里等他 而且还要应付自吹自雷的未来亲家 爸爸只能苦笑着迎合 突然一道狭长的刹车声吸引了他们注意 只见霸总亲密地迎接恩采下车 随后才抱歉地向众人打起招呼 恩采则温柔地向未来公公婆婆问好 就在这时养母突然到来 贾欣欣地关心起恩采 还舔着脸祈求原谅 这一刻再次刷新了恩采对养母的认知 同时霸总也是一脸不耐地看着这一幕 催促这众人赶紧进屋吧 很快众人相继落座 霸总直接挑明要尽快结婚 而恩采则是安静地做个公主 可这也让持恩珠看得很不爽 养母也通过老爷子表情看出了大概 当即感觉自己又行了 开始以推为金地说着同意婚事 明里暗里又说恩采生性放荡不干净 文言霸总直接笑出了声 您的笑话女儿可是对那些男生从不大理 看着霸总如此袒护 恩采知道自己也该上场了 随即他一脸羞涩 因为我的眼里只有老是你啊 这偶像剧的剧情看得爸妈哇塞不已 同时这称呼也给持恩珠劈傻了 可随后他又想到了自己的后手 询问起关于报道校园暴力的事情 恩采当然不能任由他泼脏水 直接反驳到那都是虚假报道 但持恩珠依旧信誓旦让拿出证据 见他如此咄咄逼人 恩采当即也在留情面 霸总事实接话说 如果他是恩采同学 怎么会不知道他们师生关系 而且我已经发了澄清新闻 此话让持恩珠浑身一颤 他看着被顶上热搜的帖子 不敢接受现实 这吵闹的一幕让老爷子十分不耐 他本以为能找到一个立场相同的人 却没想到都是些神样家人 很明显宴会不能再正常进行 霸总当即手一伸 走吧 我们去约会 当本该幸福无边的约会 却让两人中间竖起一道无形的墙 只因恩采一句想要过平凡的生活 能和喜欢的人谈一场受众人祝福的恋爱 却被霸总误认为他并不喜欢待在自己身边 男人的自尊心让他没有多问 可转过身的他却泛起振振心痛 两人每天还是一如既往 可恩采还是察觉到霸总的不一样 他好像不再憋着内心深处的余望 在他身上留下点点痕迹 起初恩采还以为是虫子咬的 可回想早上的一幕幕他脑袋羞红 连霸总出现都没察觉 霸总还以为他身体不适 那温柔的话语和动作 让恩采心乱如麻又不知所措 突然霸总掏出一件礼物 拆开后发现是一部新手机 这才想起自己原来的手机被养母抢走了 他开心地表示自己会非常爱惜他 突然插播新闻引起了两人注意 原来是澄清铁引发的热议 让校园暴力的报道再次被提起 霸总看了一眼便不再关注 因为他知道当事人迟早会自己找上门 随即和恩采说起是婚纱的事情 因为他有公事要忙 所以会让黄秘书先送他过去 很快恩采便已经准备好 可霸总迟迟不到让他有些失落 明明说好两人一起挑婚纱的 无奈他只能走出幕连 华丽的婚纱却掩盖不下眼中的忧郁 可半天没有回应的声音 让他忍不住抬头望去 就见霸总站在那直勾勾地望着他 恩采眼底喜色蔓延 原来他一直在外面等我 而霸总看着美丽的新娘 这一刻心率绝对180 可此刻秘书却委屈地躲在角落 只因为霸总强势放话 如果秘书比他先看到恩采婚纱的样子 就让他原地去世 可霸总就那么盯着一句话不说 空气尴尬地让恩采和店员都不知所措 此刻他们感觉就是度秒如天啊 两久后霸总终于叹了口气 还是不要这套婚纱比较好 可这反应却让恩采挣住了 以前演戏都会说很好 这次就这么不满意吗 就在这时蹲墙角的秘书回来了 第一眼就忍不住赞美起来 这话让刚刚难受的恩采有些害羞 可霸总却是眉头紧锁 催促着赶紧换下一套 恩采怀着忐忑的心情去换了第二套 这时秘书也看出了端倪 小声劝说霸总应该多夸夸新娘给他自信 却被霸总直接对了回去 你一个单身狗还来教育我 很快到了夜晚 恩采一身疲惫地坐在车中 他感觉自己连下辈子的婚纱都湿了一点 可却没有一套让霸总满意 他一直重复着一句话 还是不要这套比较好 那冷漠的表情和平时办公一模一样 恩采很想听到哪怕一句夸奖 霸总当即生气 这哪是蹭破一点 随后一把将恩采抱起 他羞红地捂着脸不知所措 霸总打了热水温柔地帮恩采清洗 刺痛感让他直吸冷气 霸总看着肿胀的脚 当即生气地要换掉婚庆公司 我们的婚礼不需要这种马虎的公司 看着温柔的霸总恩采鼻头一酸 眼泪不争气地开始打转 霸总看着抽气的恩采还以为是太痛了 恩采鼓起勇气质问起来 你为什么对我那么温柔 刚才我明明换了那么多套婚纱 你都用不耐烦的眼神看我 我知道你凌晨出门很累 我很努力地让自己不伤心 可我真的很干大很难过呀 霸总没想到自己的行为 竟然让心爱的女人伤心难过 立马解释起来 我没有不耐烦 而是觉得你太美了 因为那套婚纱太适合你了 我不想让别人看到 可谁知道你一套比一套好看 但是你没有表现出来啊 可话必他后悔了 他们是七月婚姻 他不能奢求那么多 可不等他撤回霸总就一把抓住他 你希望我毫无保留地表现出来吗 这话让恩采心脏又开始不争气乱跳 看着霸总那害羞的帅气脸庞 他点头表示希望 霸总笑了 那你可不要后悔 完了 霸总难道没忍住对恩采下手了 刚刚睡醒的恩采正在洗漱 可突然看到脖肩的点点红痕 这不由让他想起昨晚的法式热吻 无奈只能找了件高领衣服下落 突然他被一股食物的香味吸引 循着味道才发现是霸总在准备早餐 看着丰盛美味的食物 他肚子不争气地咕噜噜叫了起来 随即便在霸总邀请下开始就餐 可他非常疑惑 这还是平常忙到顾不上吃早餐的人吗 直勾勾的目光引起了霸总注意 你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 恩采加着嗓子问出了疑惑 文言霸总却是轻笑一声 因为我想和你一起吃饭 随即又自我感觉良好的摆了个puff 这一幕聊得恩采不要不要的 简直害羞到语无伦次 连他准备打听昨天的事都忘了 可他又怕万一霸总承认是在排练 或者说是一场意外 那感觉想想就很伤人 所幸他便不再追问 良酒饭后霸总准备出门 当得知晚上很晚回来后 他便想准备夜宵送往公司 听到这霸总内心窃喜 那我让秘书来接你 随后开门准备离开 恩采开心地嘱托着路上小心 可这温柔贤惠的一幕 又让纯情霸总受不鸟了 紧盯着恩采想让他给自己一个送别吻 突然地转变让他害羞不已 他不知道该亲脸的还是嘴呢 看着他害羞纠结的模样 霸总决定放弃 恩采却猛然抬起头快步上前 拉着霸总的领带就送上了一个诗吻 随后羞答答甩上了房门 独流霸总沉浸在软糯的丁香舌中 无法自拔 很快夜晚来临 恩采精心给霸总准备了夜宵 一想到霸总吃着爱心夜宵说着情话 他就羞得满脸通红 收拾好他便准备出门 同时接到秘书七点钟到的电话 看着六点五时的时钟 恩采准备先下梦 可刚走到门口就被一群记者堵住 各种问题铺天盖地地砸上来 从小是个透明人的恩采 哪见过这种世面 不知所措时突然一件外套从天而降 一个高马尾姐姐跑了过来 他显然对付这种场面得心应手 你们擅闯名宅是违法的 一句话搞得众多记者人心惶惶 随后他趁机挤出人群逃了出来 恩采这才得知女人 竟然是老爷子的专属秘书 同时也是老爷子让他赶来的 说是还恩采的人情 他突然想起那天递给老爷子的手帕 恩采没想到这件小事老爷子却记挂在心上 他觉得自己有必要见一见爷爷 另一边没有接到人的黄秘书急忙找到爸总 当得知事情前因后果 爸总气势汹汹地冲往了爷爷的办公室 并且不敲门直接闯了进去 可屋内的场景让他呆住了 老爷子悠哉地吃着夜宵 恩采悠闲地喝着茶 这意外的场面让他一头雾水 刚坐下就开始追问是否爷爷帮忙摆平的记者 可老爷子并没有回答他 只是要挟着要吃光他的夜宵 甚至两人还开始抢了起来 恩采望着斗嘴的爷俩扑斥笑出了声 却没注意到一旁的黄秘书有点不正常 他看着英姿飒爽的金秘书 黄秘书竟然羞红了小脸 这组CP想问你们咳不咳 评论区快告诉我 过了一会金秘书突然对着爷爷嘀咕了一声 随后便看见一个意想不到的人走了进来